第一個問題 亦有網友問 為什麼郭先生 Ihnen 說 的話會有功德的話 曾經傳播佛書的功德會更大呢 如果傳播正確的佛書 就是傳播智慧書籍 它的力量會很大 何謂正確 這你自己判斷 因為它令人的思想進步 他思想進步的性格改變是改變了新人 更加他又會再跟你傳播給人 你的功德是無上功德的 你不知道會有這麼大的效果 等於我們送這本書給中國平村 他那本書沒有了之後 我說功德力才是完的 但他們說錯了 他不是傳播郭先生的書嗎 不是 他說郭先生的講話 我不是講話他 說錯了 他是傳播我那個 譬如說那個中原子教別人練功的節目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他教別人不用病 有病的減輕病 沒有病的又少病 所以他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我有幾個朋友在做病病 他一個人拿中原子 教長者為何來保健長壽工 他就扔出去給朋友 扔五個人 接著就加幾個字 收到這個訊息的人 請你轉發又給五個人 那很多人不少病 那很多人不少病 那帶來給 一你令到那些人不病 我因果回應 你自己便健康小病 我便叫他傳播 那些酒色彩 你不用假的 他自己找他看 看不看 有他 但那個教人 健康長壽的功 是值得去傳播的 他知道他不練 他的事 你給五個人有兩個人練 你都很厲害的功德 有人他不練 他都會把你轉發給他的朋友 就是一個發五個人 那個保健公 我中原節在Youtube有的 他總之扔給朋友五個 五個 他們自己就叫他們 每人轉發五個 那等於你去練到 那就好 如果你再聽到Youtube 我講的醫道 醫術 每逢是有醫的東西 那些知識 你便轉發 不只是這個 練功 那一段 我其他講粗 我就小發 即是無謂 我又不需要宣傳自己 但醫救了人 或者有些人有病 我們講的 你怎樣癌症 要怎樣保養 你糖尿病怎樣醫 那些便可以轉發 因為你無形中 有人收到你的資訊 他有做的話 那個功勞真是你的 在個宇宙來說 實實在在是你的反射 你不要都不行 那因果是惡的力 惡的反射你便給不到 惡的反射 若然拔布時辰給到 善的反射 你又不可以不收 所謂大修行人 為何去到最後 連善的東西都要寫 就是這個意思 因爲扯著我 要輪迴的 我還有債收的 大哥不是一個閒債 收債到死 走不動 是吧 所以正式的大成就的人 他要解脫這個生死輪迴束縛 連善的惡理都要寫 善的東西都不要 都是力 但值得傳播的 他一傳五 再等些人 每個人再傳五 就是 因爲現在那個社會 空氣污染 水又不乾淨 人的生命又多壓力 每日的工作又壓力 你無法鬆弛自己 所以便要練功